魔术方块,或称卢比克方块,是一个拥有彩色块且可转动的立方体谜题,已成为全球最受欢迎的抑制玩具之一。 然而,对于一些热爱挑战和竞争的人来说,魔术方块不仅仅是一个玩具,它代表了一个全新的世界,竞速魔术方块解法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选手们努力追求最快的解法时间,并参加各种比赛,展示它们的技巧和速度。 本文将带您深入了解竞速魔术方块解法的世界,包括其历史、竞赛规则、解法技巧以及选手们的训练和比赛经验。 第一部分,竞速魔术方块的起源和历史。 我们将回顾魔术方块的起源和发展,探讨竞速解法的兴起以及全球范围内的竞赛和组织。 从魔术方块的发明者卢比克教授到现代竞速解法的标志性事件,我们将揭示这个竞技项目的演变和重要里程碑。 第二部分,竞速魔术方块的比赛规则和分类。 我们将介绍竞速魔术方块比赛的规则和结构,包括比赛的种类。 计时方法、解法要求和竞赛记录的确定。 从单一种类的解法到多项目综合。 我们将探讨不同比赛类别的要求和挑战。 第三部分,竞速解法技巧和方法。 我们将深入探讨竞速魔术方块解法的技巧和方法。 从基本的解法层面到高级的速解技巧。 我们将介绍不同的解法系统,如CFOP法、RU法和CC法。 我们还将探讨选手们在解法过程中运用的技艺技巧和手指技术。 第四部分,选手的训练和比赛经验。 我们将听取一些顶级魔术方块选手的声音。 了解他们的训练方法、比赛准备和心理素质。 我们将分享他们的经验故事和成功秘诀。 以及面对挑战和压力时的应对策略。 第五部分,竞速魔术方块社群和文化。 我们将探讨竞速魔术方块社群的活跃和发展,包括网络平台、社交媒体和聚会活动。 这个充满热情和友谊的社群将成为魔术方块爱好者交流和学习的场所。 结论,竞速魔术方块解法的世界不仅仅是关于速度和技巧,它还代表了人类追求挑战和突破的精神。 通过深入探索其起源、技巧和选手们的经验,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个令人着迷的竞技项目。 无论是作为一个参赛者还是观众,我们都可以感受到竞速魔术方块解法所带来的激情和乐趣。 在这个充满创意和挑战的世界中,魔术方块成为了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和竞技运动,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其中。